欢迎来到妄想世界了 今天就讲一下1929年大崩盘 最近股票市场就很波动了 楼市又很波动了 今天讲一件事就是 究竟能不能预测的呢 还有究竟有系统在做什么呢 为什么很多投资工具都不合格的呢 这个很有趣的 其实很多系统分析都不合格的 为什么呢 但是在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共通性 要讲一下 这个是一个学术的讨论来的 我希望这里都会给大家有一些你没想过的东西 没想过的方向 没想过的关系 很多时候好像人投资有时有运气 有风水 有地利 其实很多东西都在里面 就是很多人是不怀疑这件事 就是他没有留意这件事 所以你去理解一件事 其实是用很多方法 你用圆巷的方法 你用科学的方法 你用人性的方法 才可以分析到究竟这件事是发生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这么多专家在1929年都预测不到呢 这个大崩盘 就是因为系统的复杂性 今天跟大家分享比较学术上一些 很有趣的 因为我看这段分析 或者这个看法是一本科学的书去看的 但又不是投资书来的 正正一本科学的书 为什么这个预测多数都错呢 都挺有趣的 如果你还没订阅 记得按个小时订阅 还有下面留言讨论 或者分享给朋友 多样知识 去了解究竟在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很多经济理论都不合作呢 就是不要留意到一件事 是一个复杂性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游戏里面 是很多人参与的 什么叫复杂 什么叫简单呢 简单呢 就是两个人就简单了 比如整个游戏只有我和你 很简单 事情的组合非常之少 但是如果有第三者参与 就已经变得复杂了 为什么呢 如果有三个人 就是有三个选择的话 你的可能性呢 就变成三乘二乘一 你有六个选择 如果你有四样东西混在一起 如果你学过 就是数学的组合 Combination 四个Factorial 就是四乘三乘二乘一 你每多一个 你就多了很多个选择 N个Factorial 你想想 哇 好长啊 成堆成了 是吧 那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人的话 一起去参与 同一样东西 的话呢 它的组合是非常之大的 这个是很有趣的 所以呢 因为呢 整个系统 整个股票市场 楼市 股市 都是一堆人呢 去互相互动 是一些 你可以当是一些 一些互动的 物体 这些物体呢 有些人卖 有些人买 所以这个价钱就不断变了 那么呢 它是应用到很阔的 这个科学领域 为什么呢 就例如 好像塞车 你开车的车 突然遇到塞车 你什么时候才遇到塞车呢 你会不会知道 喂 我有三条路选 是吧 我过海 东区走廊 西岁 是吧 有时候很难说 原来最贵的那条西岁 真的你猜不到 那为什么会出现呢 其实是可以预测的 它其实是有一个共通点 待会再说 好了 那接着呢 楼市也是 股市是突然间 突然间就崩盘的 你猜不到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一堆人去做同一件事 那就变成了 我们是预测不到 那一个重点就是 很有趣 那些资料呢 是差不多 它不是完全不能够预测的 其实呢 他们看的资料是差不多 那他们在不共通点里面 都有共通点 OK 那譬如 你好像跟排队也有关 究竟我去不去 就是这个时候 我去不去超市好呢 就是 喂 如果你可以猜到 大部分人去的时间 而你避开去呢 其实你已经赢了很多人 所以重点 首先第一个就是 这个是一个博弈游戏来的 你不可以整天 永远等 想着你一个人玩 而已 那你也应该去追求女生 追求女生 追求女生也是一样的 你不要以为呢 喂 我不追她 没有人追 那你就错了 也都是同一时间 有很多人追求同一个女生 即是如果你追求女生 即是有质素 即是有质素 都OK 这样 其实同一时间 有很多人一起追她 那你便不可以单一搏 只是你 对她的话 你有很多竞争者 所以很多人忽略了这件事 其实 是复杂很多 为什么每天都失败追不到呢 就是因为 不只是你竞争 有一堆人在竞争 所以很多人忽略了这个考虑 就想着 咦 不是啊 好像楼市那样 喂 加息一定倒 一定跌到派 那么最近呢 哇 如果你知道云汇 哇 很夸张 是不是云海还是云汇 全部都拿来招标 即是说 你们要欠过 你才能买到盘 现在不是说 我设定价 地产商说 你们自己设定价 我认不了价 你价高者得 那这个现实社会 和你想的那样东西 就是不同了 出现了一个偏差 因为你想的东西太简单了 因为太太简单 因为你将整个系统 就以为 喂 只是看一样东西而已 那其实 完全不是的 那你说 是不是只是看加息 其实又不是啊 那还有些人有储蓄的嘛 因为最近 我朋友做了一宗大事 就是做了那个 跑道区一宗 上了报纸 那个赤隔破了纪录 那 那个人 就不是今天存的那些钱 他是 一直都有 很有钱 很多资源 这段时间更加可以出来买东西 所以呢 你直接分析 说因为加息而影响到去呢 那又不对 虽然有些人没有实力 是跌了出来 但是仍然有很多有实力的人买的嘛 所以呢 所以呢 留意了 他们每个人呢 是关于什么去做决定的呢 好了 我应该当我们有很多很多个体了 那每个人是根据什么去判断的投资决定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 根据每个人自己的历史 所以 有人呢 就很喜欢买股票 为什么呢 因为他去历史上呢 股票赢过嘛 那有人呢 就很喜欢买楼 因为他历史上呢 楼赢过嘛 有些人很喜欢过大海 喂 因为他赌钱赢过嘛 所以每个人的 记录呢 都是不同的 但是呢 是会记录了在里面 这个群体记录呢 是有的 第一 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 那个系统是开放式的 开放式就是说 随时有些新的东西加入 新的元素加入 好像最近 最近财政预算案 又说减这个 那个 引发税等等 就是会常常会有些不同的东西加入 那这个系统不是封闭的 那当然 当然也有一些系统是完全封闭的 就是不受外间影响 但是我们有些正常的呢 那个系统呢 是活生生的 不是站在那里不动的 它是一个生物形态 是一组生物一起去想一样东西 那么呢 那个系统是活生生的 好了 那接着呢 那个系统最有趣的地方 第三点就是 那个系统是极端值 极端值啊 就是说呢 好像油价那样 跌到可以变成负数 你信都不信 或者升到上天花板 你猜都猜不到 为什么会有极端值呢 就好像一个系统崩溃 当一个市场崩溃的时候呢 你是不知道为什么的 一般来说呢 它是混沌的 很有趣啊 这个概念记住啊 记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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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趣啊 它一般来说呢 是会互相混沌的 没有一个系统的 就是好像开车那样 有人开得快 有人开得慢 一交通意外 突然间出现了一件事件 一字性地 一種之間跳來跳去 大部份的時間都是混沌的 大家都不知道做什麼的 有些買有些買有些人覺得好有些人覺得不好 突然間有一點他一致性地拋售 突然間有一點一致性地買入 瘋狂地買入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有一個所謂無形之手 很多人說無形之手 是不是真的有的呢 無形之手是否有這件事 其實是有關聯的 即是說現在 系統一定是一個連接系統 首先要assume 系統並不是單一 系統是一堆人玩的 而它是很複雜 連續地連結在一起 而他們 會撈亂 一時有秩序 有時沒有秩序 之間跳來跳去 但是 在同一個秩序裏 裡面我們有一個叫packet of order 即是一個 風包 即是一個秩序的風包 在某個區域裡面 它全部一致做同一樣東西 就會造成急速上升和急速下降 所以我們要做的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要了解 所有東西之間的互動關係 就變成了 我們要了解 這個複雜性的 互動關係 所以呢 你單一 抽一個單位來看 其實並不複雜 是很簡單 單一個是很簡單的 並不複雜 即是像砌LEGO一樣 我拆了一塊LEGO 一塊磚出來 哇 很簡單的 但我砌出來 變成千變萬化 變成一隻動物 又可以 蛇又可以 即是它有很多種 形態 所以 所有 整個系統 就是用一個很神秘的模型之手 不需要控制 亦都不需要用工程 去設計出來 它整個系統 就是一個系統 那它會突然間出現 和消失 這個很有趣 那 大部分時間 都是Random 是隨機 突然間出現一個極端值 那怎樣 可以知道極端值在哪裏呢 會員那裏我再說了 今天分享著這麽多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個是 都頗有趣的 你無論是排隊 例如超市排隊 突然間那個位置 就會爆發人 接著就一個人都沒有 你做餐廳 我家人做餐廳 都知道 突然間一堆人排完 接著就沒有了 那當然 大致上 它有個時間 譬如人潮 食飯時間 那些你猜到 但是有時 偶爾 偶爾 都會有一幾天 突然間 不是旺的時候 就會有一堆人出現 那變成 那個系統 你一定要知道 原來是這樣的 一段時間很有秩序 有時候沒有了秩序 那樣 但是我們怎樣 在裏面 去預測到一些東西 那 我在會員專區裏面 再詳細說 每天都要學 因為很有趣 還有 接著我會出一段 現在 為什麼讀書 沒有什麼效用的問題 因為 當你技能越來越低 是未來我們的大挑戰 現在AI 已經有很多 取締我們 如果你技能是低 我只懂得分析這些 其實是很容易被很多 人工智能取締的 現在事實就是在做這件事 那怎樣不能夠 能夠保持自己的位置 或者去保持競爭力 這很重要的就是 你要不停去學 不停去看很多書 其實我每天都是看很多書 或者在市場上面 那你在這個市場 你就要感受到市場 的氣氛 這個很重要 你要去推敲大部分人做的事 這個也是你成功知道的 就是不要 要遠離群眾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其中一點 很多次都救到我 就是遠離群眾 好 如果你覺得有什麼 可以贊讚和分享給朋友 在下面留言討論 啦 好嗎 你也有一個人 對小姐都說 太翅了 就很開心 好嗎 太翅了 太腿了 太腿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